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能代表一部分人 对不对 首先呢 我觉得我得先讲一下我的个人情况 对不对 小熊我呢 上学的时候是艺术专业学生 靠美术成绩呢 考上了亚洲最大的高中 和一个贼普通的北京某不知名大学 对不对 学画画的时候呢 画的那些画基本上都当废纸扔了 好不容易呢 找出几张几年前 高考的时候画的那些素描啊什么的黑历史 给大家参考一下 对不对 这应该是几年前高考的时候画的那个石膏头像写生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高考期间画的那个人像素写 以前画呢 还是比较应试教育画的 无论是这个自画像呢 还是这个给爸妈画的肖像 还是说这个给同学画的肖像 对不对 那段时期呢 都脱离不了这个应试教育的影子 总结来说呢 就像是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对不对 讲完这些有的没的 咱们呢 进入二次元的世界 我呢 先给大家看这么一张图 X轴代表时间 Y轴代表画力 而我自己的这个进步曲线呢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很奇怪 对不对 为什么画迹突然飙升了 为什么又突然跌到谷底了 我再给大家加谈一条时间线 大家是不是瞬间就明白了 没错 我认为大多数人啊 这个画画的过程都分为 临摹和创作两个时间段 对不对 咱们呢 就来分析一下 我的这个进步过程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 首先 临摹过程中的突然进步 是学会了定点与辅助线之后 整个进步曲线就呈上升的趋势 然后呢 逐渐稳定 这时候呢 画了一段时间 可能一年两年画够了 就想要画原创了 然后瞬间水平跌到了谷底 刚开始画原创呢 新鲜劲是很强的 而且呢 加上手头稍微有那么一点功底 所以说进步是特别快的 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进步速度呢 那是飞快的 然后呢 一年时间左右过了 这个新鲜劲过了之后呢 这一段时间 进步水平是比较平稳的 这时候呢 发现进步不了了 就想要有所突破 对不对 所以说这段时间呢 可能不止不进步 反而呢 水平会下降一些 因为你在尝试去画一些新东西 尝试画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当这一段时间过之后呢 画风就定型了 就开始一点一点的随着时间去进步 可能每一点小进步就要用一年 甚至两年的时间来完善它 所以说我认为在大家画画的初期 临摹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过程 对不对 而中间的大起大落 我放一张 我同一时间下 临摹的采迁与原创的采迁的对比 然后以及我同一时间下 临摹的原珠笔绘画 与原创的原珠笔绘画的对比 让大家参考一下 你们就知道 每个人都这样 好了 分析完我自己之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整个绘画的这个进步史吧 对不对 各种黑历史 各种辣眼睛 所以说大家坐稳了 首先呢 是十几年前 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临摹 这个动漫杂志上的这些插图 对不对 然后逐渐呢 开始理解了 原来可以用定点和辅助线的方式 来确定这个人物的位置 以及各个地方都在哪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也逐渐的学会了勾线 然后这段时期呢 就进步特别明显 画的呢 也越来越逼真了 越来越像这个杂志里边的 这些动漫图片了 对不对 然后这段时间慢慢的经过了之后呢 就开始有那么一点点 觉得这个临摹呀 画够了 对不对 想要画一点只属于自己的东西 想要呢 创造一下自己的世界了 然后这段时期呢 就开始要画原创了 然后就开始画原创了 一开始画的是真的垃圾呀 然后呢 慢慢的 一点一点 开始掌握这个技巧 然后呢 把之前临摹的时候 学到的这个勾线的技巧 运用到自己的原创作品中 慢慢的呢 越画越好 然后这是那一段时期 画的这个马克笔的作品 对不对 其实我以前还是 有画过几张马克笔的 虽然说画的就跟彩笔图的一样 特别丑啊 然后慢慢的呢 开始加入一些光影的技巧 对不对 开始加入一些这个 配色的元素啊 这是我以前的那个学校的桌子啊 然后开始接触水彩了 然后这第一张水彩 这第二张水彩 对不对 之后呢 就越画越多 然后呢 想要把自己的这个世界 然后自己的一些小元素 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加入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 所以说呢 其实虽然说看起来啊 好像很多画 但是 嗯 仔细看看你会发现 里面有很多相同的这个元素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越画越多 然后开始接触这个不同的颜料 不同的纸 不同的画材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一直画呀画 画呀画 就一直慢慢的进步 然后逐渐呢 这个画风就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去发展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呢 你看这一段时期的画 和现在的话 你会看着好像没什么区别 对不对 这段时期就已经是画风差不多定型了 对不对 画的东西呢能让大家一眼能看出来 无论是用色呀 还是造型啊 还是构图啊 还是这个元素啊 什么东西 能让大家一眼看出来 哦 这是小熊画的 哦 我不用看这是谁 我都知道 这个是小熊画的 对不对 这个剑锋石 就是up主等等等等啊 总而言之这一段时期呢 就稳定了 稳定之后呢 画作品就是只要有想法 只要能想的出来 就就可以画的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就慢慢的一点点画 然后画的越来越多 然后把自己这个画风上的一些 嗯 不招人喜欢的地方慢慢的修改 然后把这个招人喜欢的地方呢 给放大啊 然后给完善 对不对 就一点一点在进步 看到这儿呢 这已经就是到了去年的作品了 对不对 然后这是今年的作品了 然后有一些呢 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有一些呢 画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有一些呢 是小摸鱼 对不对 总而言之呢 无论是摸鱼 还是长期作品 还是短期作品 都能看得出来 画风是比较稳定的 这一段时间呢 也就进步的 就不如前几年要明显了 对不对 接下来呢给大家插一点小彩蛋啊 这个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啊 我平时除了画这个小萌闷以外啊 就二次元画风以外 我其实 呃也比较常画这种半写实风格的作品 然后这个呢 就是半写实风格作品的进步史 对不对 就是每样的画 每个画风 不同的画风 不同的类别 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进步过程 然后这个这个风格的进步过程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一个逐渐从一个比较硬式画 教育的画法中 脱离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会发现之前的线条啊 包括色块都特别硬 然后随后呢 越画越软 然后越画呢 越有一种朦胧感 对不对 越画越有一种 嗯 怎么说呢 只属于自己的风格吧 对不对 然后这些呢 就是我之前画那些小动物的系列 对不对 其实小动物这种东西呢 它对造型的要求没有那么 呃明确 对不对 画起来呢 比较容易去表现这种水彩的质感 再给大家来一点彩蛋啊 小熊 你有没有画过风景 有没有画过板绘呢 这个自行车 是我之前去红村写生的时候画的 这个呢 是拿着照片写生画的 这个呢 是在广场写生画的 板绘我就放两张 我上大学的时候画的黑历史吧 大家看完之后啊 记得洗洗眼睛 这就是我目前的绘画之路 我的十年 从临摩到原创的过程 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爱好 希望呢 能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坚持下去 对不对 你到底是不是那块料 时间 会给你答案 咱们下期再见 祝你 早安 午安 加晚安 拜拜 我的名字 但宝和 对不对 里面没有秘密 没有好东西 偷看者眼瞎 偷看者80%的死 我小时候是不是傻缺啊 我在 我在 贴这种东西 哇 太逗了 不折了 不折了 没法折啊 就是 这个漫画非常厉害啊 这是我的 这是我最 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漫画 这里边有无数的梗啊 这个漫画叫做星星之子啊 有一个别名叫做龙珠 别名叫做龙珠啊 你们知道吗 他的别名叫做龙珠啊 笑死我了 然后 然后让这个封面呢 是一只黑猩猩啊 在一个悬崖边上放屁 对不对 然后小猩猩呢 一脸黑线 对不对 然后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故事啊 我给你们 一点点讲啊 万里长城 两个 两个看班的 对不对 这这 这是衣服上写着官 然后呢 下班喝酒 OK 然后 掉下来了一个 陨石 哇 是流星 我想发财 我想发财 不是吧 化 框 把它给砸了 第二天呢 有人来爬长城 对不对 第二天有人来爬长城 不上长城 飞老汉 对不对 一个老汉过来爬长城 没错啊 不上长城 飞老汉 所以说 一个老汉过来爬长城 什么东西啊 这是那个陨石坑 好可爱的宝宝 包着一个星星的这个 呃 果实布啊 不是不是果实布啊 这个棉被 对不对 好可爱的宝宝 有信 那个小 尿 这个 那个小孩子 是我他爸爸的尿子 天气不错 我吃了他爸屁 狗 他妈奶子 粪 吃 吃 屁 屎 你们可能在想 这什么意思啊 我再给你们念一遍 那个小孩子 是我他爸的尿子 天气不错 我吃了他爸屁 狗 他妈奶子 粪 吃 屁 屎 啊 写的是 什么玩意儿啊 狗屁不通 笑死我了 我昨天自己在家 看到这一格的时候 笑死我了 我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真的娘的是个人才 对不对 写的什么玩意儿啊 狗屁不通 小孩我要了 小孩子要起个名字 我叫孙武范 就叫他 王老五 嘎 小孩真可爱 小孩怎么长了个猪尾巴呀 又长出来了猪鼻子 哈哈 在马路上 用丝 你注意看这一格啊 他 比着剪刀手 对不对 他没有猪蹄 他就这样 假装是猪蹄 对不对 然后在马路上跑 好像个小猪 哈哈 他难道是一个神仙吗 我要写一本小说 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猪仙吧 哈哈 我的妈呀 猪仙 慢慢的 慢慢的 王老五长大了 今年已经六岁了 孙子 出来看月亮吧 我来了 呃 浑身是毛 哈哈哈哈 忘载牛奶 去死吧 砸场子 爷爷 哦 刚才那个不是 刚才那是来砸场子的 然后 猪 在这个山顶上 潇洒亮相 还是一个猪头 对不对 这叫什么来着 叫 叫王老五 对不对 这王老五还是一个猪头 看 来看看月亮 吃烧饼 而 嘎一道红线 闪过 呃 呼哈呼哈 他变成了一只大猩猩 这是七龙珠里面的剧情 啪一脚 把他爷爷踩死了 对 他爷爷 他爷爷真的叫孙武范 对不对 他爷爷真的叫孙武范 然后我用这个七龙珠里的剧情 踩死爷爷那一段 怕他爷爷踩死了 嗯 然后爷爷 啊 爷爷死了 有信 嘿嘿 每个人 每个人出场都带着信 你发现了吗 啊 有信 你去找猪仙人吧 走 啊 到了机场 坐飞机 747呱呱 出发 然后飞机上天了 飞机真好 捡票 啊 过来一个章鱼人 他要捡票 然后 票票票票 老白人 屎屎 思考中 对 是屎 他要屎 给我票 呃 灵光一显 然后 游戏王变身 卡卡卡卡卡 抽卡 哈 给 滚 啊 我的假发 他被推下飞机了 对不对 然后 啊 啊 然后 被一个黑影给救了 啊 是蜘蛛虾 嘿嘿 去你的 啊 谁给我放个垫子呀 啊 粪池 铺鸡 掉进去了 啊 我没死 那是什么 在山缝中有一个隐藏的阴影 呲 得到 大便剑 大便剑 可以使用所有大便系绝交 学名 使剑 拿着此剑 就可以变身 大便超人 大便 啊 变成了一个大便超人 我飞着去诸仙人家 我飞 毒 毒 毒 他这样飞啊 来回蹦的 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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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 这串了一下马利奥的剧情 啊哈 一跳 太山压顶 哈哈 叮 然后出来 本来应该出来小蘑菇 出来一个 大便 然后他把大便吃了 对不对 然后 我便回来了 不要了 他把这个大便剑给扔了 好不容易捡到了大便剑 他给扔了 然后扔完之后呢 我要了 哈哈 你是 水 哎呀 扒鸡 我是白痴名人 白痴 我来取你小命 什么 来吧 然后决斗 更 嘎嘎 超级赛亚猪 去死吧 呀 呀 然后 然后这个名人拿出来一个香蕉 啊 把这香蕉掰开之后 咪啦咪啦 吃了 吃完之后往地上一扔 啊 冲 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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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 扒 我怎么变了回来 史分身之术 凑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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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军团 呀 变出了五个大便 你能看得出哪个是我吗 啊 这个白痴名人他非常非常的狂妄啊 指着 指着王老五问啊 你能看得出哪个是我吗 是你 啊 你怎么知道的 柯南猪因为 很简单 因为 只有你在说话 我的妈呀 只有你在说话 然后天马流行拳 星矢猪 去死吧 好讨厌的感觉 出发 猪仙村 走 猪仙湖 再走 猪仙岛 还是走 猪仙房 哎呦 进去看看 谁 我是王老五 哦 是你啊 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特别丑的一个老头子 咕唧咕唧 我是猪仙人 好帅 我来教你功夫 去后院 呀 然后 疯狂的拐着自己的轮椅 然后一个小石头突然从地上出现 什么 下意识摆出超人的动作 啊 摔倒了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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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吓死了 猪仙人被自己吓死了 他跟小王刚见面 师父 猪仙人死了 因为找不到老花镜 王老五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广告时间 呆子大力丸 真牛逼 原来我是这个样子 就像一个小萝卜一样 自从吃了呆子大力丸 我整个人都斯巴达了 呆子大力丸 一切都没可能 哈哈哈哈 一切都没可能 哇 绝了 正文 流浪 小王开始流浪了 来吧 来吧勇士 加入斯巴达的队伍吧 来吧 王老五成了斯巴达大军的一员 开始了新的冒险 第一集完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分解 这是我小学初中那会儿 我认为我画的最成功的漫画 就是这个 小